恭喜恭喜! 樂壇女順潘阿薩找到真愛啦 自從15年被的士診陳偉廷傷透之後 阿薩兩年來都採取看定點態度 寧願dry都不開債 不過他就聰明啦 一是不開,一開就找到個 百億麻雀館太子的Anthony 一仔還獨家拍到阿薩去男友的 三億筆架生身屋過夜 百億麻雀館太子夜 這個袋有沒有熟口熟臉呢? 知不是連Tissar前到咯 蓮絲亞和Anthony一四年撻著 去年五月宣布分手 但十二月又被密班撻 今年二月再分手 外面流傳一個版本 是Anthony嫌蓮絲亞未玩夠 經常背著自己fork其他仔 所以索性一刀切 Anyway 而Anthony有樣有錢的條件 大把選擇 剛巧他和Azha的common friend 是造型師馬天佑 馬天佑這個紅娘一出手 再加上閨蜜河超年撥行 Azha和Anthony就搞定了 他們四月開始拍拖 熱戀期當然是見得多 這日Azha忙完一日生氣借票活動 晚上十一點就回到Anthony 九龍堂大宅Happy 這家屋市值三億三千萬 今年三月才買 持有人是Anthony四兄弟姊妹 為了不想被人知道 Azha駕七人車到了大閘時 死都不下車 等到男朋友趕到來 四個Hi 就幫女朋友開大閘 Azha駕七人車直洗屋裡 健安全 Azha才肯下車 十一小時進行 第二天十點 Azha沒有換衣服 只是戴褲超 由疑似石家的人陪著出門等七人車 這位太太真的做足功夫 她幫未來少奶 視察環境 最搞笑是Anthony躲在屋裡 裝裝裝裝 離遠送女友上車 做完一日夜 Azha又去男友到過夜 第二天再離開 不過這次她就警惕得多 叫家七人車駕進大閘接她 不用抱頭 據聞男友的媽媽和姐姐姐哥都很喜歡Azha 覺得她沒有天后脾氣 又不貪錢 真是很難得 而Anthony舊愛連Cia一直都沒有放棄到 死女兒一復合 當她知道Azha已經融入了Anthony家中 還留得更厲害 不過似乎白費心機 連Cia當然不想放手 事關前度是超級鑽石盤 Anthony是麻雀大王石鑑徽後人 而石鑑徽當年還是四大華探長 淚惡心邊紅人 34歲就退休的她 創辦水興麻雀館 今時今日仍是龍頭 當年掃不少由尖旺物業 家族到現在仍是大量買樓買店收租 物業越8個 保守估計市值越8億 00連立平安寺 將家檔交給三個兒子和孫子